请双方选手选择开球选择拳 预备 3 2 1 开始 周龙获得开球选择拳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熊猫TV平台 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世碑 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 中国区选拔赛 第二阶段 64近32双败淘汰的TV台现场直播 大家上午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早上好 我是张庆永 张市长 上午好 苏你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来自山东的猪龙 对阵屏幕右侧 来自河北的里镇 比赛采用21局 11胜12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上场冲球的就是来自山东的猪龙 也是在我们的抬球圈里边 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外号 就是小霸王 一切开始 第一局 猪龙开球 小霸王 这个在古时候 隋唐演义还是什么里面 好几个小霸王呢 比如说三国里面的小霸王 叫孙策 霸王不是项羽吗 形容小霸王就是小项羽 讲项羽 就是项羽的子女 那这个还有个小霸王吧 我记得周通是不是 对 不是 周通 周通啊也是吧 小霸王 其实你说完之后 我第一个接的不是想说 游戏机 小霸王游戏机 齐了无穷 齐了无穷 好 咱们大家早稍稍幽默一下 是 精神精神 然后开始进入到比赛 李震 来自河北 对 也是被圈里面称为山海关第一竿 对对对 河北省秦宏岛市山海关区 山海关这个城市 我相信大部分的北方 尤其东北球员都不会太陌生 因为你从北京或者是河北这边 但凡是要去东北 必经山海关 一个要塞的城市 关里关外 以山海关为分解点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河北省移党 河北省移党 河北省移养养党 тереп地理位置 老少子 还是没有叫15 过来先叫一杆10号的没叫到 这颗球强行拼10的话还是 很难的 还要打吗 这杆球感觉已经是特别薄了 还要拼 不打也没有办法 这球基本刚刚才打完之后 如果能叫好了 也不一定有这个白球位置 你上来就有戏剧 你看看这幸运女神向你微笑了 这个笑容是善良的 还是魅惑的 所以这杆球角实话 衔接8号 注定了不会较劲 对 需要这能力的 肯定首先是你要球稳的高杆推下 不能发特别大的力量 然后能推进的话 白球估计也不太好弹过开球线了 但是你要发力的话 目标有可能就不进 这已经是坚固准度跟走位比较好的位置了 第一局以正胜比分一比零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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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句 一阵开球 开球试机 开球试机 很明显三球过线 山东五虎之一的猪龙 猪龙在17年 上半年成绩有一些起伏 也是从32跌出 但是还好 一两战的比赛之后 状态调整 又稳定在32强之内 对 像猪龙这样的一个球员 他本身能力就比较强 是 我们有一些时候 因为一些其他事情 包括身体状况等等 自己经济状态不好 然后跌出32 但是始终他会在40位左右 来回的这个位置去晃荡 不会说往下走太多 那么他就特别好 回到32之内 哪一战杀到八强 或者怎么样的 慢慢的积分就回来了 猪龙这样的球员 就属于是 他的成绩的下限就很高 猪龙 小刘洋 你不要看他们好像 小刘洋 刚刚从咱们的第一轮开始打 但是他是因为前面有缺席 对 缺一分战赛之后 他的底分有被清零 然后或者重新来计算 才出现在咱们第一轮次里 这让他以前也是 前十六楼运行 是的 那这样的球员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适应 都能够再回来 毕竟底子在那摆着 能力在那 对 而且熟悉猪龙的球员 熟悉猪龙的球迷都知道 了解 经常是扮演巨人杀手 对 但是猪龙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缺点 就是在TV台 跟咱们聊过 在TV台的时候 总共我聊天也说 说这个 容易打不好 对 对着摄像师啊 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啊 总会让他分神 看看这一次 在TV台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原因是在俱乐部里啊 多少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对 然后呢 我们的TV台呢 又不是说特别宽 特别大那种 很大气 给人很接地气的一个小环境 没错 很熟悉 以前的台球比赛 都在这个球房里边 俱乐部里边 周围的观众 里三圈外三圈一站 根本就 过不去看 对 有的时候球员一打球 还得跟人家 老假 解光 都得摄 是这样 没有这个围栏的时候 是这样 第二局 朱龙胜 被分1比1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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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桌榮开球 中球没球进 小丽,一二中间 对,下面是给了一个接轻的比分 中球的比分 这杆球还说高杆没打出来啊 你身还是想要去轻轻带一下 带到 十四往下顶一下五号球尽量还是要顶正啊 就是让五号球过黑吧 十四号就中带啊 对 顶正刚好可以叫十叫九 到底带了 这个准都好啊能力强啊 能力强啊 还可以从上面下中低杆都两个过来 右边有九号球 有点收啊这个力 那么继续在两库 可以从二号里边走两库出来叫十 主要就是小心不要被八球挡着 消架 对 不错 过去 接着 宮晗 江公 左下方底带是没有的 分钟吧 量了一个位置 不好了 这个位置对于猪龙来讲 是一个安全位置 他后面的任何击球 基本上都不会背上 太大的心理包袱 你现在这个端色局面 也是非常好 看五八中间出来 打五打七打六 或者上去打三 上来打四 对 先把四打掉 这么打的话就是要把最难的六号球先处理 从猪龙的这个相貌上就很难判断到他的年龄 麻烦脸 对 今年也正好三十了 当了父亲 做身份也转变了 对 说到这年龄啊 张之道 我最早接触中式八球的时候 当时还在斗鱼 就在直播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画面 熟悉的球员 熟悉的球员 我问一句话 你要摸着良心 是会看我 当时有没有做键盘侠黑我们 没有 开玩笑 那是 感觉啊 从这个场景上 和这个位置上互惯了 对 从这画面的后台 变到了我们正常工作的一个平台上 几年前看到熟悉的球员 还都是一脸稚气 或者是一脸青春的模样 几年之后 有的球员脸上开始出现 这些成熟的迹象 岁月的痕迹 真的是 李震 那个时候跟李鹤的比赛 之前的比赛 帅帅的 你现在脸上多了几分沧桑 跟成熟 三级朱龙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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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四局 礼阵开球 开球视机 四局 礼队开球 四局 礼队开球 时机已经是两次了 礼阵 那猪龙一上来 这头一干的K球有什么K好 后面没有好机会K的话 就得凭他一个超强的准度了 那他的准度就来起来 下巴王就 就让你看一看 我怎么样能够霸道一点 是 从今在上一战的比赛 双压山有过视频了 有过 有过 对吧 在其他的大排场的比赛 几个贴裤 你说这个人的人物关系还跟李震有人物关系呢 对吧 对 他赢了那位对手 李鹤 这个没办法 李鹤曾经 对 在比赛里面逆转过李震 是 然后 重压山 关键后面的很少的时间之内 猪龙又赢了李鹤 确实啊 那个小视频我也看了 非常准 几个打贴裤 薄球中带 长台先标进 真是超深 今天顶一下八号球 不是特别够啊 这边七八中间 峰隙九号是不太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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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直 第一个往回来 再从左边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四五之间的缝隙过来 你要下低竿就是拉得比较远 角度比较大 对 肯定不会好挡 关键还是角度问题 角太直了 还能薄 这一盘球 其实已经很准了 很准了 那上一盘 你看李震的一个美极好位 给猪龙拿下 这盘球 看看李震能不能把握机会啊 首先是不是要帮劲 然后白球放上去做防守 白球 这个就是运气的 这个错 四举 猪龙手 离分 三比 是 但是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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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比赛获胜的一方 进入到胜部 输球的一方 低位到败部 还都继续征战 我们第二阶段有96位选手 对的 对的 每轮次登场32名 对的一方式登场 感谢观看 中的还是有的 看来够 看下位置 8号中段 一点点的右侧的旋转 第五局 朱龙胜 一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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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局 雷震开球 一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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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 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差这一点 正常从画面判断 可能会觉得中代 或许有 但是里面没有打 肯定是没有的 感谢观看 放到这儿的话上边的14号 右边的底带可能也是不太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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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代还能薄 看白球 四号球交道位 这杆需要一个细腻的交位了 轻推下来可以交到27 刚好有角度 而且这杆球是不需要去带和K的 中代的准处理 中代的准备是支持他所有的想法 打好了之后呢 27这边解决了31 左边底带啊 就是这五颗球 基本上都可以打左边下方的底带 2号打的准备好 2号打完了7号再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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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斜向向下的角度都可以互相往左边交位的 这就是刚才为什么猪龙在看 他觉得打起角度大啊 不好留三 从上面绕的话 两到三枯过来 交三左下交底带 左边中代下方的位置是喷酷啊 可以的话带一点点优塞高杆 增加白球的角度和速度 还是没太干的 这干球这个线路是特别好的 就是再往前走 比如说30公分到40公分 这个线路上不会有太大变化 稍稍退的有点多 操阿白球 很意外啊 猪龙也蹦了一下 中代失误了 等于说这就可能会送对方一分啊 礼尚往来嘛 对 礼正送完了 那你得还回来啊 就是 来而不往 往而不来 都非礼嘛 对吧 都非礼 其实这个词还真是挺有意思啊 古代这个来而不往非礼 往而不来 也是 就是你去我家 我没去你家 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礼书 是 对吧 就单就这个非礼两个这个词来说 这在古代的解释跟现代完全就两个意义 对 现在你敢非礼我吗 对不起 你要进局子了 我要报警 没错 以前是礼貌的意思 对吧 礼尚往来 对 可以要不要响弹 第六局李政胜 比分2比4 对不起 dei GB 的 要裸 来 是 对不起 和 棋局 作弄開錯 除棋局 作弊 左手 沒打尽 就还是过于的 过于随手 随手 加个 或者趁追就是左手 再慢一点 然后精力再投入一些 还是有杂念 担心自己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出现问题了 这样的话 猪龙选了花球 13下边 看这角度 吃库弹起来 还是说直接高竿 能够稍稍带一下4号 不然的话 这个球吃库弹起来 要比较多 因为4号这个角度 挡住14的进攻位置 只是有很大一块面积的 还是要带 没带带 五一块面积的 感谢观看 这个横向角度 想叫9号球需要打比较薄 带着右赛 然后再一干边裤的准度 不能太轻 要发力 带一些中低干 还是有点轻 现在开始量这个位置呢 基本上要走2到3过下来 先叫14 叫到5号跟4号缝隙中间 对 就刚才 猪龙去瞄的这个方向 这条线上 低干右赛 力量大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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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再来拼 左边底再下低干横向 借其他球的力量 8号 准度很好 但是横向撞其他球的位置呢 有点太靠左了 并不是球的下半步 如果是下半步的话 会接力再回来 但也确实很难打 右边一枯击球 没接到 再回来 还是没有碰到 理真的机会 再走 左手或者夹杆 再回来 有些中态又是没打进 看到猪笼这个位置是可以薄 好球 追8应该也只能看得到 那这样的话打进猫笼球不犯规 5比2了 7举猪笼球不犯 5比2 谢谢 5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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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规在先可以选择中心开球或者是 中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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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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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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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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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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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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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